各位平安 平安 我們進入聖誕節 這個 很多地方都已經有聖誕樹 都有燈 還有很多在廣工裡面 很多的音樂 聽說聖誕老人 現在有點缺貨 那我們進入到聖誕節 以馬內地 其實我今天的題目是神與人同在 其實本來半年前有兩個題目 我就把它換到這一次 我們來講以馬內地 正好是聖誕節的一個主題 在這個節期裡面講 好 記錄之前我們先 再一次的一起來打告 天父我們敬拜讚美你 因為你與人同在 你在超市之前 就劫兇我們 而且你知道人會犯罪 得罪你 遠離你 可是你 就設下救恩計畫 你 人類的歷史裡面 你不斷的 用各種的辦法 來讓人悔改 來到你的面前 主要更是在末世 藉著你自己的愛子 主耶穌基督來到世界 主要是你與我們同在 更是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主要是給我們生命 解決我們的罪 讓我們可以回到天父的家中 成為神的兒女 與王子同坐 主要更是與主同在 主要是讓我們更來思想 你同在的意義 主要更是真實 你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珍惜 主要是把你下時間交在主的手中 求助我自己向我們說話 也加添給我力量 主要是可以 能夠把你的話語 講解得清楚明白 主要是你的心意 你今天要向我們所說的話 不受任何攔阻 主要是讓我們的心預備好 主要是可以迎接 再次的真實的 讓你與我們同在 主要是你在我們的生命中 做主做王 感謝讚美主 交在主的手中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我們 我們從一個 我們從一個問題開始 這個世界上 哪裡是最好的地方 美國好嗎 灣區好嗎 我想我們最有資格 其實 我在台灣的時候 常常會跟人家說 我們也會有一個比喻 你要知道哪一個地方最好 你當然是要問 從那個地方來的 那我就會舉例子說 如果你要知道 北加州灣區 那在台灣 我應該可以算是專家 在做的我們都是專家 你覺得 這邊好嗎 那你覺得中國大陸 台灣 我們來自的 故鄉 你生長的地方 好嗎 那現在我在思考這個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現在世界上好像一分為二 最近還蠻敏感神經的話題 大概就是民主 跟專制 民主國家好不好 專制國家好不好 我不會 好別擔心 我不會進入到這個政論節目 可是 它有好有壞 沒有 沒有真的 那個 那麼的 perfect 那可是在教會裡面 我在想也一樣 教會是什麼制度 我們現在好像 除了民主 我們說教會是神主 可是神 好像沒有一個 office 它不是 在講台上 我們看不到 其實 其實我相信就約裡面 神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 這個我們用信心來 與神對話 可能它有一點 不太一樣 可是 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差太多 Anyway 那教會裡面 像我們今天 有年會 我們也有 要所謂的 投票 可是這個投票呢 跟 多數 通過 這個競選 完全不一樣 這個教會裡面的投票呢 是 所謂的 confirmation 確認 所以 我們不是今天 我們不是有 五個候選人 我們這個 可是呢 我們也會有一個 比如說三分之二的人數 我們有一個 人數 我們有一個 人數 可是 他這個不是競選 這個票數 不是 也很重要 可是 應該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 這個人 可不可以做 我們今天是職勢嗎 所謂的選職勢 新任職勢 或者是 確認 確認 這個是 confirm 不是 什麼 他沒有 所以 他適不適合 是我們大家 我們大家 公認 確認 然後更是 支持 我們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 家中 然後願意 起來服侍 我們一起來 服侍神 做 做服侍 我們再來 那這個 世界上 有沒有好的地方 其實如果看一些新聞 比如說 你的親人 會不會在 在台灣 在中國 如果看得到 灣區的新聞的話 就會覺得 加州真的是 很恐怖 又有山火 又有 又有什麼 旱災 然後什麼 現在COVID-19 又是第一 現在這個 Omicron的 病毒又是第一 又在舊金山 可是我們在這邊 我們有點緊張 可是好像 好像還好對不對 我們有做好防護措施 我們在這裡面的人 我們就覺得好像還好 好 那再來說 那聖經裡面 聖經裡面 有沒有好的地方 聖經裡面哪裡是好的地方 伊甸園好不好 好 伊甸園當然好 伊甸園當然好 而且在犯罪以前的 人犯罪以前的伊甸園 當然是我們嚮往的地方 對不對 可是伊甸園裡面 有那條蛇 有撒旦的做工 人犯罪 是在伊甸園裡面犯罪的 那伊甸園好不好 好 可以想一想 好 那這個 我們再看聖經的歷史 這個 埃及好不好 埃及很好 對不對 又有大蒜 黃瓜 韭菜 對不對 有的說埃及人 是山東人 那埃及現在是第一 這個時候的世界第一大臣 你會不會嚮往世界第一大臣 那可是神叫他們出來 象徵世界好不好 他們在曠野裡面的時候 就嚮往回去埃及 這些以色列人 所以埃及有吸引力 就像世界 對我們有吸引力 可是神要叫他們出來 因為對人不好 對我們不好 特別是在神 在靈性上 受到世界的污染 是不好的 那迦南好不好 迦南是神所賜的流難雨蜜之地 他們要進去 可是之前的迦南七族 是被趕出去的 那以色列人呢 一進去 迦南地好不好 迦南地裡面 拜巴黎 讓以色列人 沒有辦法脫離 最後甚至神都把他們滅掉了 那可是 那為什麼神要叫他們進去 因為這是神 賜給他們 賜給亞伯拉罕 賜給他們的流難雨蜜之地 神要轉換這個地方 也讓他們學習敬拜神 可是以色列人 至少在 我們知道在舊約歷史 他們在亡國之前 似乎沒有學到這個功課 一直在拜偶像 他們不是專門 專專拜偶像 他們也敬拜耶和華神 可是呢 他們也拜偶像 所以呢 神最後就把他 滅亡了 甚至聖殿都被毀滅 給他們一個很慘痛的教訓 學習的功課 所以呢 我們再回來這個問題 哪裡是最好的地方 是不是沒有 世界上沒有最好的地方 都是有好有壞 那我們怎麼辦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盼望 感謝主在這個有好有壞的地方 神與人同在 就是最好的地方 他的環境 不一定會改變 我們接下來繼續來看下去 他的環境不見得會改變 可是神與人同在就不一樣 那我們繼續來講下去 那神怎麼樣與人同在呢 幾個禮拜以前 羅伊強牧師在我們當中 很詳細的講了四律 我相信我們也有受過很多的訓練 也很熟悉四律 可能你也常常用 用的很熟喔 就是講到 如果你記得的話 講到這兩個圈圈 十字架在生命外面 跟十字架在生命的寶座上 他的 一個是自我管理的生命 一個是基督管理的生命 那情況 就很不一樣 如果今天的主題來看 就是神 在與我們同在的生命 跟沒有神同在的生命 更進一步 神要在我們的生命中 掌權 那他講完了這個 然後他繼續講說 另外一種狀況 就是也是像我們 禮拜五查的查經 就是神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做寶座多久 我們就是右邊這個圈圈 那這個神會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可是他不在寶座上 這是第三個圈圈 第三個狀況 就是我們所謂的成聖的過程 就是我們星期五晚上 我們這一次查經的講 我們在離開世界以前 我們都在肉體裡面 我們都有這樣子的掙扎 可是感謝主 在主耶穌基督裡面 我們就可以脫離了 可是這兩個律 就把我們所謂的拉扯 那我們靠哪一邊 我們多少 我們靠近主 我們讓十字架 在我們的生命中掌權 坐在寶座上 我們就順服 我們就靠近聖靈 賜生命的律 再來說 我們怎麼樣 與神同在 寶座裡面 講完了這個呢 他就提出一個問題 那你要不要 基督管你的生命 成為你的生命 代表你的生命 如果你要 下面就有一個禱告 就是可以接受主耶穌基督 進到我們的生命中 其實我們在查羅馬的時候 也一直在講 受洗 受誰是一個儀式 一個代表 他不一定 你真正重生得救 我們 我們教會很看重 我們有受洗班 很努力 這個我們也有很多 確定的過程 可是 我們真正有做過這樣子的 其實 其實不難 你只要 律生裡面 你做過一次 我們說你真正從心裡面 真心的 接受主耶穌基督 我們就一次得救 永遠得救 一次得救 永遠得救 這是我們所相信的 所以 不管你的 你說我 受洗很久了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 你有沒有做過 這樣子的禱告 或者是類似的禱告 你回想你的 你的受洗的過程 或者是你信主到現在 你可能參加教會 很長一段時間 甚至你就覺得說 你是基督徒 可是你從來沒有 做過這樣子的禱告 我相信在教會裡面 也可能很多 這樣子的人 所以 希望我今天有一個 這樣子的機會 我們一起來 我們一起來念一次 如果你沒有做過 這樣子的禱告 希望你從心裡面 真心 向神 來講 來禱告 來做這樣子的禱告 讓我們真正 從生得救 好 我們一起來 讀一次 請 神啊 我需要你 我願意打開心門 接受耶穌 做我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感謝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管理我的一生 使你成為你所喜悦的人 奉主耶穌的名 禱告 Amen 好 我再說 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 不管是 在哪裡 在現場或者是在網上 你做這樣子的禱告 你就是從生得救 按照神的應許 神有什麼應許呢 我們來看 好 這是神的 聖經的話語 我們也一起來念 請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這個聖靈蓋印記了以後 他就不會 不會消失 而且 好像就是這個比喻 好像這個牛蓋了印記以後 你就是屬於神的了 我們是神保守我們 我們人也有責任 我們也要努力去保守我們的信仰 可是其實人的力量極其微小 其實 我們在想到說 人只是意思意思 我們做得很努力 可是就是意思意思 可是是神的手 來保守我們 加爾文的救恩論裡面 他說神保守我們 其實不是 我們當然也很努力抓 他好像是我們在抓 可是是神 大難的手 在托住我們 在保守我們 這個救恩 是神在護理 在保守 還有 另外一節 我們一起來來讀 請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 叫他從死裡復活 救必得救 所以很清楚的一個應許 那有人說這個 當時在初代教會 這一句話 很不容易 就是2000年前 其實我們中國人也懂這個觀念 這個我們以前也不能有另外一個王 在皇帝 軍王時代 我們不能有另外一個主 所以2000年前的羅馬時代 可能也是這樣 應該也是這樣 所以如果 認耶穌為主 是不容許的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好很多 可是 最低限度 我們認 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 叫他從死裡復活 我們信 主耶穌基督 從死裡復活 赦免 洗盡我們的罪 這個救恩 我們相信 救必得救 什麼叫得救呢 我們再來讀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柄 做神的兒女 我們從分堆被提起來 與王子同做 我們本來將死將亡 我們本來就死在犯罪惡之中 他叫我們活過來 讓我們成為 神的兒女 這也是賜 他賜給我們的權柄 好這些都是 可能是基要信仰中的基要 最基本的 我想基督徒也都會背 可能也應該會背的經文 熟悉的經文 那我還想再有另外一節 很熟悉的經文 這約束雅記第一章 第八到第九節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 總要奏業思想 好使你謹守遵行這律 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昏通 凡事順利 我請沒有吩咐你嗎 你拿鋼強壯膽 不要懼怕 也不要驚慌 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 耶和華你的神 必與你同在 我們說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你是得救了 你做了剛剛那個禱告 你就成為神的兒女 不會消失了 最一切度 你是救恩不會失去的 可是如果你是僅僅得救 你完全沒有開始新的生活 這個很奇怪 對不對 你是得救了 可能你可以所謂的上天堂 By the way 什麼叫天堂 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 所以我們天堂現在就可以開始 這個天堂到底在哪裡 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重要的就是我們要去一個 有神同在的地方 而且現在神就與我們同在 那剛剛這一段約束雅記呢 我也覺得一個很代表性的 就是我們要繼續遵守 謹守遵行神的話語 我們常常就在講 神是我們的救主 也是我們生命的主 這兩個都需要 不是只是救我們 我們也要讓他做我們生命的主 那怎麼樣讓他做我們生命的主呢 其中有一個就是他所吩咐的 我們要遵行 我們要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其實我覺得說這個不只是一個 條文 宗教的條文 不是可有可無的 我最近越來越發現 如果我們看這個律法書裡面 有其實講到解禧 解禧 其實我蠻有興趣的 這一些解禧 到底怎麼訂出來的 比如說農曆 我們懂的這個中秋節 新年 都按照農曆 他這個以前 以前人的智慧 他怎麼就知道 這個是大學 那個就是芒咒 這個時候要做什麼 那個時候要做什麼 24個解禧 都不太一樣 不是什麼3月12號 或者是這個2月18號 他是不太一樣 他怎麼訂出來的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 很有趣 而且我相信很多的智慧在裡面 神也訂了很多的節氣 那我就覺得說這些節氣 不只是讓我們放假的 不只是慶祝 就告訴你 安息日就是要休息 七天 就第七天你就是要休息 這是神的定規 就好像一個機器 它多久你要關機一下 你不能一直開著 人也是這樣 人是神所造的 所以神叫你七天要關一下 你就需要關一下 你才會長長久久 如果你不遵守這個 不只是 屬靈的教訓 其實他也有豐富屬靈的教訓 就是在物質上 神這樣子定規 我們就應該要這樣遵守 常常有人形容 聖經就是一個 menu 一個使用者手冊 你需要知道 就像車子 你需要知道加什麼油 你需要知道它多少 mile要保養 人 神 聖經就是神給人的手冊 好 今天講到 神與人同在 那我們 如果你知道 我一直在分享 撒摩爾基上 大衛的故事 那我們今天呢 更是要從大衛的身上 其實今天 今天會短一點 因為我們等一下有年會 其實也不短了 我們已經講了很多 那我們要從大衛的身上 大衛是一個很典型的代表人物 那我們今天讀的經文呢 就是大衛與神同在 神與他同在 那他有什麼結果呢 我們從這個 這幾集的經文裡面 其實我們有看到一個 他無不精明 眾人都喜愛他 無不精明 眾人都喜愛他 我們下一次 大概一個月以後 還有機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再來看 除了這一段以外 神與大衛同在 還會發生什麼事 有些什麼事情 可是呢我們今天 的信息很簡單 就是一個 神與他同在 會怎麼樣 那會怎麼樣呢 就是無不精明 眾人都喜愛他 第十五節 有一個比較負面的 扫羅 扫羅見大衛做事精明 就甚怕他 他的敵人 到底是誰怕誰 應該是大衛怕扫羅 可是這邊說 扫羅怕大衛 因為他做事精明 為什麼他做事精明 因為神與他同在 那扫羅的狀況呢 他更進一步 扫羅失去了神的同在 就越怕大衛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講 大衛與神同在 應該是說神與大衛同在 與神同在 實在是太重要了 我們剛剛師班 帶我們唱的詩歌 想到雅各的經歷 雅各睡醒了 說耶和華身在這裡 我竟不知道 他沒有想像到 耶和華竟然與他同在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光景 他欺騙了哥哥 要被哥哥追殺 騙了爸爸的祝福 逃離家 我們說他是 養尊處優的小兒子 可是現在呢 好像沒有什麼準備 就開始了逃亡 逃亡的生涯 在這個 應該是曠野吧 還是什麼地方 就 靠著一個大石頭睡覺 他的賤途茫茫 賤途一片黑暗 他大概知道他可以去 他舅舅家 他也希望 可能有一個美好的園景 他也希望結婚 我們說 我們算一算 他大概那個時候已經七十幾歲 雅各七十幾歲了 我們可以看一看 有些簡經書都會告訴我們 那他也希望結婚 他也真的是結婚 因為神的帶領他 可是在這個時候 他剛剛逃亡出來的時候 舉目無親 他要到哪裡去 可是這個時候 神與他同在 神在夢中 神在這個地方 給他看到 與他同在 神 耶和華真在這裡 我竟不知道 講到這個 剛剛那首詩歌 我覺得對我也蠻有意義的 在那個時候 二十多年前 這個 鄭老牧師 剛來的時候 他剛來的時候 我有練了幾首歌 然後就 沒有再去師班 可是這首歌 是我也 我也有練到的 那聽說這首歌是 師班不是聽說了 是個師班的招牌歌 各大 婚商喜慶 都會有這首歌出現 所以我竟然 也會 也會蠻熟悉這些 這首歌的 所以我聽起來 也格外有意義 好我們回來 我們剛剛說到這個 雅克說神竟在 耶和華真在這裡 我竟不知道 那我覺得另外有個對比 可能我們下次再講 參孫 參孫是什麼 參孫一直有神的同在 可是呢 有一句話 耶和華離開他了 他竟不知道 我把這兩個放在一起 是一個真的是 強烈的對比 一個是耶和華正在這裡 我竟不知道 一個是耶和華離開他了 他竟不知道 哪個比較可憐 甚至可悲 當然應該就是參孫 那願我們 更是不要 我們下次再講 更是不要耶和華離開我們 我們竟不知道 這個會比較好 可是我們也不要這樣 耶和華真在這裡 我竟不知道 我在想 我們在神學裡面 我們應該大家都知道 神是無所不在的神 可這不只是一個神學的口號 不只是一個神學的理論 不只是一個認知知識 你考試會寫得100分 正確答案 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神無所不在 跟我們真正很重要嗎 神是無所不在的神 對我們有什麼意義 我覺得很寶貴喔 因為神是無所不在 所以我們到哪裡都可以祷告 不論你閉眼不閉眼 你在哪裡 只要跟神祷告 神 總是 與我們同在 那你說神無所不在 那有什麼好講的 那就不用講了 神無所不在啊 神一定與我們同在啊 可是 我們的經驗 為什麼神好像沒有與我們同在呢 什麼讓 神不與我們同在 希望我可以講清楚啊 神無所不在 可是可能不與我們同在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的心 沒有像剛剛那樣子 沒有把神 放在你生命的寶座上 他就沒有辦法 在人的心中 掌權 不是能力的問題 是神有給我們自由意志 我們人可以拒絕神 我們人可以做一個選擇 我們要不要把主權交給神 我們生命的主權交給神 可是這一件事情上面 我們是靠著自己的努力 自己一直去努力 完成 思想 憂慮 思慮 煩擾 還是我們把它交給神 神啊 你要怎麼做 這件事情 你有什麼想法 我尊主為主 求主掌權 求主 take over 我交給主 就不要再拿回了 這件事情上面 給主 神就可以展現 我們順服 神就展現 祂的主權 而且祂來做 我們就 稀奇感謝 而歡呼 好 這件事情裡面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金牛毒事件之後的摩西 在神把神叫摩西上山領受了法板 然後下面呢 因為摩西很久沒有下山 他們也不知道摩西到哪裡去 他們就起哄 就做了一個 叫亞倫做了一個金牛毒 然後摩西下山呢 就把這個法板摔碎了 這個沒有怎麼好再做了 因為百姓离氣神了 去拜金牛毒 去拜偶像 那後來呢 神就告訴摩西 我不要與你們一起去了 你們還是可以去 你們還是進嘉南 所有的什麼資源都一樣 所有的東西都一樣 還是保守你們 你們可以進嘉南 你們還是過 過生活 過日子 唯一一個不同的 就是我 不與你們去了 那你說不是很好嗎 那 你同去 是不是太麻煩了 可是摩西說什麼 你不去 我們也不去了 你不去就沒有意義了 神 不與人同在 我們就沒有意義了 你可以做很多豐功偉業 可是沒有意義 你沒有做在於 沒有神同在 神 摩西 寧願 就不要去了 大家都不要去了 所以整個聖經歷史 就是告訴我們 神與人同在 然後神沒有與人同在的可怕 最後神的帳目在人間 神要與人同在 我們珍惜神的同在嗎 我們寶貴以馬內利嗎 以馬內利 這句話從以賽亞書 第七章十四節 那這個背景呢 是一個猶太王 猶大王 叫做亞哈斯 這個亞哈斯王 很有趣 怎麼亂 怎麼反著來 他就怎麼來 他就是不要聽神的話 這個神怎麼樣講 我就是要反著做 這種人 好 那他 有人來攻他 這個亞蘭跟以色列王 聯軍來攻打他 然後以賽亞 神就叫以賽亞去說 你就求一個兆頭 神要行神蹟 神要保護你 亞哈斯說 我不求 還講得很好聽喔 我 我不試探耶和華 你真的 這不試探耶和華嗎 其實他是有 已經有要做事 他不要聽耶和華 給他什麼 別的指示 所以 這件事情 十三節說 大衛家 你們當聽 你們使人厭煩 起算小事 還要使我的神厭煩嗎 你這個不是 讓神清神一點 是讓神厭煩 好 然後所以呢 就講出這句話 主要 主自己 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給他起名叫 以馬內利 就是神 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所以在亞哈斯的這個時代 他是一個 三國聯軍 來攻打他的 他處在一個很危機的 當中 他甚至 不要 向神 祷告 可是神 自己欣喜 自己給他一個兆頭 以馬內利 神 與我們同在 這個就不講了 我們聖誕節的信息 神與人同在的 結果 我就覺得說就是 家裡有大人 我們就可以放心 我們就 看過去 這是 我們繼續今天的經文 神與大衛同在 我們也下一次再來說 約瑟 我們明天開始的 網路電台 我們要聽 2006年的退休會 這個寇薩溫牧師 用五個聖經人物 然後第六個是 活出基督 這五個聖經人物 他們的人生很精彩 都與神同在 可是 為什麼會精彩 因為他們生命裡面 有很多的難處 特別是 第一講 拿二米 他經過了很多的難處 可是他聽到 神赐福薄利痕 他本來 越來越慘 可是現在 歸回 歸回到哪裡 到神 赐福的地方 等於是歸回神 繼續回到 神的赐福裡面 那大衛呢 我們今天說 他與神同在 他討神喜悦 可是第二講要講 大衛怎麼樣大大的犯罪 犯罪以後 怎麼樣被恢復 所以是很精彩的過程 那下面呢 他們的人生有不同的經歷 可是 神在他們的生命裡面 他們就不一樣 有神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環境不一定會改變 可是會不一樣 而且會更美好 這個我們力量 還有各樣屬靈的福氣 感謝讚美主 所以今天 我們就 擺了兩條路 其實聖經就擺了兩條路 放在我們前面 我們要選擇哪一條道路 與神同在 或者是自己走 自己的道路 包括我們的 一生 全部的一生 全部的一生 whole life 還是個別的事件 你對人 對事 對公司 對家庭 對家人 對某一個人 處理這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你是有神同在 主權交給神 還是自己 繼續思慮煩擾 思慮煩擾 我們要 繼續 甚至用罪的方式 我們查經告訴我們 就是死在 就是死 那我們體貼聖靈呢 就是生命平安 這兩條路 因為我們都選擇 與神同在的道路 感謝主 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是得於你同在何能的寶貴 而且這是你自己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 而且是你美好偉大愛的計畫 主啊 是的 謝謝主耶穌基督 你是以馬內利 為了愛我們 為了拯救我們 為了要與我們同在 你來到世界上 更是付上生命的代價 主啊 讓我們重回伊甸園 重新得到生命 吃那生命樹的果子 我們向你感恩 繼續讓我們尊主為大 與神同在 感謝主 就在主的手中 帶領我們前面的道路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Amen